好今次想說的題目叫做政府干預為何會導致沒有效率 開始之前我們重溫什麼叫效率先 效率的定義就是說總社會的盈餘去到最大 我們說做到QE這個數量其實就是最大了 特點就是說MB等於MC 因為當市場的供求決定了一個價格之後 消費者每單位的得益就是邊際利益 減去價格之後就是它的正得益 所以上面那個面積就叫做消費者盈餘 我們說去到QE是最大的 而當過了QE之後消費者付出高的價格 只得到低的得益就不會再消費了 相反從下面的角度就是生產者 它收了這個價格 但以後這個很低的成本做出來 這個就是生產者盈餘 就是說供應商賺了多少 也都是做到QE它是賺取最多錢的 所以下面的三角形就是價格 減了生產者的成本 生產者賺的錢 這個就叫做生產者盈餘 圖上面看到兩個加起來 這個三角形是最大的 就叫做QE這個數量 我們說就叫做有效率 這個特點就是邊際上的得益Mb 等於邊際上的成本Mc 即是圖形上面相交的點 好那什麼叫沒有效率呢 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做多了 做到QE 例如你發覺做出來的Mc 邊際成本是高過QE所帶來的得益Mb 我們說這種情況就叫做做多了的效率損失 我們就用三角形去表示 在QE這個情況邊際上的成本 是高過得益的 不應該做的 第二種情況就是做得太少了 當你發覺做到QE的時候 邊際上的得益Mb 其實還是高過邊際上的成本 所以從社會的角度 還有得益未得到的 但是現在做得太少了 所以這個三角形就是 應該做還有得益沒有得到 也有一個效率損失 好了我們用這個三角形去表示 雖然都叫做效率損失 但意義上有少少不同 左邊那個就是做出來的成本太高 右邊那個就是畫 還有一些得益但你沒有做到 未去到商交那點 好了我們將無效率的概念 拍回政府的干預 由於今次的重點不是說政府干預 至於圖怎樣畫呢 我畫了給你先 好了我們先看價格上限 或者停一停畫面 給我看看自己找不找到 效率損失在哪裏 好了一個有效的價格上限 我們說是會減低的數量 由Q0去到Q1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我們要加上一些Label D就是邊際的得益 S就是邊際的成本 由於我們發覺數量做少了 其實做出來應該還有得益 大過成本的但我們沒有做到 由於做少了導致 有一些得益 社會上拿不到 那個面積三角形 就叫效率損失 這個是嚴格來說應該是生產不足 我們再看第二個B的例子 價格下限 同學可以試試 找不找到效率損失在哪裏 好了首先我們說 價格下限 都是令到數量會減少 然後找個效率損失 我們再要Label 習慣上一講效率 我們都要加回 需求就是邊際的得益 供應就是邊際的成本 我們發覺做少了 又是了 其實是生產不足的 生產不足的效率損失在哪裏 就是我強調了一個三角形 邊際得益 大過邊際成本的部分 由於沒有做到 所以出現一個效率的損失 我們再看看稅 同學又試試自己 可不可以畫到效率損失 都是這樣分析 原本的供應就是邊際成本 原本的需求就是邊際得益 今次又是數量少了 生產不足 效率損失就是這個三角形 原本的MB 大過原本的MC 那個部分 生產不足 因為做少了 接著到配額D的部分 同學試試又找不找到效率損失 這個應該比較容易些 配額的供應線應該是分開兩節 我們不在這裏討論 今次我們分析就是數量做少了 原本的供應就是MC 邊際成本 原本的需求就是MB 邊際得益 由於做少了導致有些得益 社會拿不到 所以效率損失就是 圖裏面這個三角形 好 最後一種政府干預 就叫津貼 同學又試可不可以 找出效率損失在哪個面積 同學留意 和之前的圖有些少不同 因為津貼了之後是做多了 今次是做多了 帶來的效率損失 所以應該是MC 大過MB 那個部分 所以應該是這個三角形 是做多了帶來的損失 做多了帶來的損失 因為所謂的價格上限 即是不准高過 原本P0根本就沒有犯規 所以原本的價格應該就在P0 就不是PA 所以有效的價格上限 應該會導致價格下跌 交易量下降 由Q0到Q1 所以交易量上升 這個是錯的 OK A是錯的 好 接著B 效率損失會下降 也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原本的Q0底下 我們說是有效率的 但是當去到Q1之後 我們說出現了個效率損失了 即是圖中這個三角形 所以是增加了就不是下降 所以B都是錯的 至於C 消費者盈餘會減少 這個是對的 因為原本在Q0底下 消費者盈餘是最大的 我們說過有效率 包括消費者盈餘是最大的 大的三角形 好 當現在數量減少之後 新的消費者盈餘在哪裏 其實上面這個小的三角形 我們說由最初Q0 有一個大的消費者盈餘 跟著跌到Q1 只有這個小的三角形的消費者盈餘 我們說減少是對的 好 最後D 生產者盈餘有沒有增加 答案是減少了 因為原本Q0底下 生產者盈餘是最大的 下面的三角形 但是現在只有Q1的話 還有收這個價格 其實它生產的盈餘 就是變成一個小的三角形 所以說生產者盈餘 是由大的三角形 跌到小的三角形 我們說減少了就不是增加 所以最後答案是C 好了這題最難的地方 就是怎樣理解 什麼叫做減少該物品的配額 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原本有一個Q1 已經有一個配額了 現在再將Q1的配額再減少 舉個例子去到Q2 好了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接著就比較一下價格和數量 有沒有進一步的改變 我們說價格會進一步再上升 因為數量少了 配額 數量再進一步下跌 然後拍下去我們看看 其實1是對的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升一個跌 一個增加一個減少 最後的結果呢 是可能會升可能跌 可能是一定對的 因為視乎彈性 所以1是對的 好了選項2 消費者盈餘減少 其實都是對的 不過它沒有動上去 我們難看些 我們說原本在P1底下 一個低的價格底下 消費者盈餘是一個比較大的三角形 但是呢 現在價格升了 在P2底下 消費者盈餘呢 只是變了小的三角形 其實是損失了這個部分 所以減少是對的 來多次 消費者盈餘 由一個原本P1大的三角形上面 去到P2都是上面 小的三角形是少了的 好了至於第三 總社會盈餘可能增加 可能增加是錯的 因為是減少了 因為原本Q1底下 已經有一個效率損失了 就是這個三角形 好 當生產數量進一步減少的話 我們呢 效率損失是會擴大的 來多次 效率損失是變成一個更大的三角形 所以是增加了紅色的部分 所以 總社會盈餘是不會增加的 是減少了的 所以3是錯 最後答案就是A 一同二了